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资讯发展处资讯长陈怀恩 很高兴在新生入学辅导里面 为大家介绍我们亚大校园资讯 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亚大网络账号 简称ANID 它是由您的学号加上密码组成的 ANID是校内的通行账号 各位同学务必谨慎保管您的密码 我们拿到新账号之后 它有一个预设密码是8码 包含您的西元出生年月日 总共8码 在第一次登入校园网络入口的时候 请各位同学务必将这个密码 改为更严谨的密码 这个密码希望能够有8码以上 并且是英文大小写混合数字等情况 以免被别人有心的骇客盗用 第二个是各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叫做校园入口 各位从学生入口就可以进去了 或者是cip.asia.edu.tw就可以登入 用最主要登入的这个密码 就是使用各位的ANID来登入 这个时候同学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有常常处理的 就是同学会忘记密码 这个时候您不用紧张 如果您在这个里面已经曾经注册过一个备用信箱 这个时候您可以在这个图的箭头下面 按这个忘记密码的按钮 这个时候系统会用一个重设密码的信件 寄到您的备用信箱里面去 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个做法是当你没有设定这个备用信箱 或者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开启备用信箱了 这个时候请同学记得在你的学生证 亲自到资讯处的服务台 也就是资电大楼的2楼i200 做一个变更密码的动作 那变更密码之后 我们还是要赶快提醒同学 就是再次登入这个校园入口网站 把这个密码改成您比较容易可以记得住的 个人的密码 然后稍微比较严谨一点 以防被人家窃取 这个是我们的校园入口网站 还有我们的忘记密码处理的方法 接下来是Office 365的服务 就是我们的email 里面包括了您的Microsoft的email的信箱 这个也是要利用你变更后的ANID的密码进入 那这个密码呢 你就会有一个email的位置 这个是您的学号加上app.live.asia.edu.tw 那密码会跟您的ANID同步 所以你变更了以后 要记得您变更后的这一组密码 这个时候呢 您的email也会用同样的这个密码 那每一个新生呢 都配有一组M365的账号 那这个账号呢 可以去登入所有Microsoft的云端应用 包含资讯长刚刚提到的Office 365 那每一个账号 它有一个信箱以及云端的这个向上的空间 目前合计是100个Gigabyte 那因为Google跟微软都有调整 这个一些空间的它的这个权利 所以它如果有调整的话 我们会再根据这个微软的调整 来通知各位同学 那目前是100G 那为了这个信件寄出去的时候 不要被阻挡 所以我们每一封单封信件的上限是20Mb 单档案的上限是10Mb 所以这个呢 无论你是在学校或者是毕业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用这个信箱 所以这个信箱 同学可以把它设成你比较常用的一个信箱来收信 那学校呢 也会寄信件通知你的时候 也会用这个信箱来通知 所以这个信箱的位置很重要 那密码呢 跟你的AMID是同一个 接下来呢 如果有住宿的同学 通常大一我们会住宿 所以对大家最重要的是一个速册网路的线路 那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 不会因为单个人使用超量而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我们资讯处呢 在每人每天呢 有6个Gigabit per second的这个网路的流量 那同学呢 可能要自己自带 含网路卡的电脑 比如说notebook可能就内含网路卡 那如果是notebook没有 可能你就去准备一个USB的网卡 就可以上网了 上网的时候为了确保说 大家的上线 知道是谁上网 所以必须要注册IP才能使用 各位可以参考下面的网址 那注册之后呢 可能你有这个网路使用的障碍呢 需要报修 请可以利用另外一台电脑上这个 或你的手机上这个资讯处的网站 或者是宿舍的公告栏都有公布 那我们宿舍的网路的报修 维修 统一的时间 因为配合同学的上下课 我们会在周一到周四的夜间7点到9点 来完成这项事情 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校园无线网路 因为我们常常在校园里面走动 或者是上课在随时随地 想要取用一些资料的时候 想要上网 这个时候各位要认识这个无线网路 通常是手机或者是notebook 或平板你要上网 那有两种这个SSID 一个是我们亚大的SSID 比如说这个亚大SSID 就是前面有Asia开头的 在左上方的是Asia Wi-Fi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如果你连上这个SSID 点下去之后 你必须要开启你的浏览器 利用浏览器 使用你的email信箱来登入认证 第二个呢是Asia Wi-Fi 后面有底线.1x 那这个部分呢它是利用802.1x 这个协定来做安全认证 只要你设定好第一次之后就不需要再用浏览器登录 这个是第二种是我们亚大的SSID 那如果各位呢你是在亚大就读 可是你可能会到台湾其他各个学校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教育部的SSID 有两个 一样 第一个是右下方的Tarnet Roaming 这个部分呢是教育部 一样用来做网页认证漫游的 这个时候请你用亚大的你的email信箱的ID 跟你的password 你就可以上网 这要打开浏览器 那第二种教育部的漫游呢 你跑到别的学校去 或者甚至出国的时候可以用的 叫做eduroam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使用802.1X的认证 所以它就设定完第一次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打开网页 那以上就会跟各位介绍的是四种 我们的无线WiFi可以认证的方法 让各位可以使用 那再来呢为各位介绍的是 校内合法授权的软体 各位我们在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 都要注意 它必须要去有合法的授权 才不至于未来可能在这个业务上会被人家告 所以呢我们学校也为各位准备了一些软体 比如说我们在线上使用的有SPSS 下载使用的呢 有Windows、Office、Adobe、MetLab、SaaS 还有自然输入法 还有一些自行图库 还有这个荧幕录制的Evercam等等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校园合法授权软体 这个 icon 点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或者是你由我们资讯处的网页 也可以进入找到这个校园合法授权软体 再来是一个给大家非常方便使用的一个地方 是公用电脑设备的输出中心 它位于在我们资讯大楼的二楼i206 那在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40台这个自由上机的电脑 并且呢 我们提供了黑白及彩色的列印服务 那为了让每个同学都可以用啊 我们每人每学期有75点的列印术 如果各位临时要印个什么东西 然后没有办法跑回宿舍或什么的 都欢迎来我们资讯处的这个输出中心来使用 我们也有一些扫描器啦 不过这个是大家比较少用 还有光碟机烧录机可以在现场使用 我们的开放时间呢 从周一到周五 上午的八点到晚上的九点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防疫规定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维修 所以我们在公告的时间 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资讯处的网页上 那目前是没有一些防疫特殊的要求啦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时段都是开着的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很重要的就是各位的学生资讯系统 在你校园入口网站进去之后 所以对同学非常重要的就是成绩啊 参加讲习的记录啊 你的请假缺况课啊 抵免等等相关的在学校的学习的 所有的状态的情形 都可以在这个学生资讯系统里面查询的到 那这个是我们学生在校内的资讯平台 可以查您的这个成绩排名 你参加的讲座记录等等的 所以各位同学对自己的成绩 对自己的学习 如果你要有规划的话 你可以随时进入这个学生学习系统 里面上面来查看 看你缺什么 你想补什么 那都可以在里面查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如果登录有错误 也可以赶快很及时的找到这个认课的老师 跟老师谈 说这是发生什么情况等等的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课程查询系统 它在我们全校的课程资讯查询平台 当我们这个icon点进去之后 各位可以选择你要查询的输入的条件 它很复杂 比如说你是输入你的学年 你是上学期下学期 哪个系所哪个老师等等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全校的课程 它是全校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同学 您除了自己系上的课程以外 你特别听到某一个老师特别厉害 或者是你特别想修某一个系 你跨系选修 要做一个斜杠的学习 开行的人才 都欢迎各位采用我们的这个课程查询系统 您可以去在学期初的时候先去查询做你的选课的参考 那接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的叫做创课平台 那它的英文叫 Tronclass Tronclass 那它的这个网址也很简单 叫tronclass.asia.edu.tw 那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入口 教员入口进入 也可以直接打https tronclass.asia.edu.tw进入 那这一个平台很重要 它除了可以让你从 这个你的电脑笔电进入以外 也可以用手机进入 所以各位可以扫描下面的这个Android 或者iOS的QR Code 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这个APP软体进入 那它会用作我们老师平常课程资讯的公告 还有我们平常这个每一周教材的下载 还有各位同学的作业缴交 甚至线上的测验问卷调查 私生讨论等等 都这个功能通通在我们创客平台里面 通通都有 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的行动学习平台 因为我们亚洲大学在蔡校长的领导之下 及时办了很多非常知名的讲座 那这些讲座我们资讯处 通通又把它录制下来 并且有专人把它剪辑 甚至上字幕 之后我们会放在这个亚大电视台 我们目前总共有五大类 总共有一千多支的这个影片 可以让同学从行动装置就可以观看 那同学用行动装置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行动学习 其实包含最近最新的这个议题SDG 包含我们的这个深层式AI 等等的我们这个很热门的议题 我们学校都有扮演非常好的讲座 除了让同学呢 你可以现场聆听之外 也欢迎同学如果真的没有空 也可以做行动学习 那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有微软建置 它的这个即时线上的这个视讯平台就是Teams 这个是我们学校来讲最常用的视讯平台 已经整合在我们的这个M365里面 所以同学可以从你的行事力上 跟这个Teams结合 就可以跟同学做线上的会议讨论 专题的讨论 像现在寒暑假 同学不一定都在亚大附近 都不一定都在台中 所以你可以用线上来做 那疫情期间我们非常依赖这个Teams 来做我们的同步教学活动 那在这边跟各位同学推荐一个 我们亚大自行开发的 这个校园APP行动服务 那各位可以在下方的QR Code扫描之后 可以在Android或iOS上点选 它是我们利用这个APP自己开发 然后做一个校园行动化的服务 包含了各位在上面 可以看到课表 你要搭公车的公车的动态 线上可以请假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APP上面完成 那里面还有很多功能 是可以让同学来探寻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同学来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校园行动APP服务 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是现在我们的资讯安全跟制裁权 是相当重要的两个议题 第一个是资讯安全 大家都知道现在网路使用量非常高 所以资讯安全的议题是无所不在 时时刻刻都有发生资安的问题 所以政府也都很重视 那我们学校呢大家放心 我们已经通过了教育体系的资安管理制度的验证 每年都会有做集合 而且我们对同学的个资保护 我们也做全校性的盘整 各项都符合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那各支的验证呢也都有落实 而且在这个校园的首页也有揭露相关的隐私政策 都有相关的保护 那同学自己的电脑也要注意 不要装来路不明的这个APP 以免呢被有心人士在你后面放一个后门 或者是中了病毒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那同学日常在使用的一些教材呢 或者是素材上面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智慧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尊重别人的智慧财产权 未来你的创作 别人才会尊重你的智慧财产权 所以当你在引用这个网络资源之前 可能要先想清楚 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不经意的去侵犯他人的智财产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在此要做一个宣导 那最后结语就是 这个刚刚第一个讲的非常重要的你的账号 ANID Asia Network的ID是学校各项性系统 非常重要的通信账号 请各位同学你要务必要谨慎保管你的密码 不要跟他人的分享 那各位在login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ANID跟email的这个账号分不清楚 其实没有关系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密码都一样 你输入ANID后面没有at的部分 试试看 如果可以登录的话就可以上去 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 你试试看这个ANID加上at 用email的账号去登录看看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可以是这样子 如果你比较了解的话 老师有一个诀窍 如果这个系统很明显告诉你是雅大的 那基本上你就是用ANID登录 那除非是特殊的email 当然是要用email去登录 否则的话 只要很明显的是雅大的 你就不用加上at后面 如果你是在校外的 比如说是教育部的roaming 教育部不知道你哪个学校的 所以你就要用你的email要at 人家才能从后面的Asia.edu.tw判断你是雅大 所以这个账号的区分是相当简单的 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亚洲大学为各位带来的 这个资讯服务相关的讯息 谢谢大家聆听 有问题欢迎到资讯处 资订大楼二楼 或者是email mis at asia.edu.tw 联络我们 谢谢